我們再來也邀請一位,我很感謝福祉會人 我們的創設長CP-Style 他也是我們CP會的會長 我們志鴻兄 還有我們國際佛倫理事 還有台大校長 還有IMC的會長 等等各位各界的貴賓 還有我那個總經理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剛剛碰到一個創設社長 3523 那個CP教師 因為我看到他說他怎麼會跟他有緣言 後來他說他們曾經在3520系列華洋 博人社是社友 哇,這個都是老前輩 後來才聊到 後來說我們志鴻兄 參加兩個地區的博人社 然後三個博人社 到了保安 他心裡就 安 就乘埃落定 安 他就不再流浪 所以我們保安有這個特殊的 魔力 讓他可以 因為這是老前輩 他逼我早加入博人社 可是我們在創設波當中 他剛好是有這個機會加入 然後他給我很多的建議 給我很多的協助 後來我想說這個老前輩一定要 就近看管 來當我們創設秘書 那這樣的話我們的情感會更好 所以 曾經 剛開始 幾個月的時候 然後就到他公司去拜訪 然後他爸爸還在的時候 因為他爸爸是我們西門社的 資深的 佛輪先進 那 到的時候 我們見面交換名片 然後他就考我一些佛輪知識 他爸爸 我那個好像是這個 感覺是日本式的教育 然後就考我一些 然後後來覺得 在我個人覺得他還蠻 蠻滿意的啦 所以 他也放心把他兒子 給我們在一起運作 所以 所以 剛好這個機會 這個 榮幸 那 因為整個活動內容很豐富 我想說在這裡 恭喜志弘兄 還有我們 各界的婚禮兵大聲 健康文字 謝謝